台湾少子化问题严重 明年初65岁以上的老人人口就会超过幼年人口 预估到了2056年 全台人口数将降到2000万以下 行政院长赖清德在年终记者会提出药方 针对0到2岁的幼儿 将继续推动社区公共托育 以及幼儿照顾津贴 2到5岁幼儿除了推动公立幼儿园 非引力幼儿园外 也会推动私幼的公共化 因为人口减少 如果政府多增加一间公立幼儿园 很可能会让一家私立幼儿园关掉 没有办法营业 所以如果我们让私立幼儿园 加入政府所推动的公立化政策 可以让私立幼儿园 这个也是属于社会的力量 可以持续发挥他们服务的功能 那另外我们也希望 根据有这个公立化的政策 调高幼教老师的薪资 完整的方案将在农历年后公布 希望透过政策 让台湾生育率到2030年 能提高为1.4人 目标使人口数不低于2000万 想要提升生育率 也要先改善民众所得 蔡英文总统日前曾说 基本工资的梦想数字是3万元 要如何达成目标 行政院方面倒是颇有信心 所以你虽然看到 2万2000元离3万元 还有8000元的急剧 但是如果以去年 经济成长率并不是很理想 我们的基本工资的提升 都可以比经济成长率高 来到4.5的话 那就是真正正如总统所言的 是个梦想 但这个梦想离我们应该不会太远 上任三个多月 明年又是选举年 赖清德近来民调开高走低 他说自己和行政院都会持续加油 自己就向中继投手 每一球都要稳稳投出 央广记者李又林刘品熙 在台北的采访报道